OptionCare每天支持成千上万人的营养需求 有时,医疗条件可能使得饮食不足以提供您需要的营养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能会决定为您提供额外的营养支持 对于所有年龄段的许多患者,OptionCare是此类护理的首选 毕竟,我们已经在患者家里提供了超过30年的肠内营养支持 OptionCare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使用多学科方法来护理 这意味着我们能为您在家庭环境中提供肠内营养方面经验丰富的注册营养师、护士、药剂师和肠内协调员 提供优质的护理和服务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我们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回答您的问题 欢迎使用OptionCare的管卫时使用注射器的教学视频 以下步骤将帮助您有效舒适安全的管理卫士馆 首先,收集您的用品并将它们放在干净的工作台面上 对于您的管卫时,您将需要配方的罐或纸浆 在室温下,在干燥的地方存放未开封的配方容器 打开之前摇匀,用湿布清洁罐头顶部 罐子打开后立即使用 将未使用过的部分存放在冰箱内不超过24小时 或按照罐头或纸箱的指示进行存放 注射器,用温肥皂水清洗,并在两次使用间隔中用纸巾擦干 一杯微温的自来水 在开始送管过程之前,务必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至少30秒 确保您坐着或站直,或者在喂食期间和喂食后 将床头抬高至少30到45度 将一条毛巾放在膝盖上 以防止内容物溢出或您的配方在给药期间滴水 如果你正在使用的喂食馆有一个夹子 确保在打开喂食馆末端之前,它处于关闭位置 如果没有家具,请用手指夹住管子 以防止打开时泄露 现在你准备好进行了 当您收集了用品洗完手并准备好喂食管时 请按照注射器方法进行管事的步骤 如果您的治疗团队指示,请按照指示用水冲洗管子 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使用注射器给自己喂食 通过重力或活塞使用注射器 首先,我们讲讲通过重力使用注射器方法 要通过注射器重力使用注射方法开始喂食 请从注射器背面取下注塞 然后将注射器直接连接到喂食管上 将所需量的配方倒入注射器的开口端 让它自由流动直到喂食完成 您可以通过升高或降低注射器来控制配方滴液的速度 完成一罐配方奶粉需要15到30分钟 喂食完成后,按照指示用水冲洗管子 要通过注射器方法用活塞压力开始喂食 将所需量的配方倒入干净的容器中 用注射器装好食料 缓慢拉动注射器阻塞 然后慢慢插入喂食管 重复直到喂食完成 完成一罐配方奶粉需要15到30分钟 喂食完成后,断开喂食装置并按照指示冲洗管子 以下是一些提示 以确保您有效地管理您的喂食 在开始喂食之前,收集所有必需品 每次喂食前,用肥皂和水彻底洗净双手 在喂食期间,将一条旧毛巾盖到膝盖上 避免溢出 在喂食期间,请坐直或抬高头部至少30度 确保在每次喂食后至少适当冲洗管子 如果治疗团队没有指示您这样做,请联系您的Option Care代表获得冲洗说明 感谢您观看此教学视频 您现在已经成功完成了通过注射器法管理您的管事的过程 如果您希望学习如何通过重力带或喂食泵方法管理您的喂食 那么Option Care也会提供这些视频 随着每次喂食的进行,您将更加习惯这样的供应和步骤 如果您有感染、皮肤问题、管移位或不耐症状 如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 请致电您的医务人员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联系我们训练有素的专业护士 他们将帮助您了解家庭输液治疗的基本知识 并将回答任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